所先辞明行 愿求 及之所先 能如世尊之 辞明行也 这个地方的世尊 是指阿弥陀佛 那世尊一 无言大词 无言 我们今天讲的 无条件 无分别 无执着 无条件 为什么 世尊之道 辞法界 时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 哪里要圆呢 一体没有条件 爱民众生 这些众生 走错了路啊 一念不绝了 就跟着他去了 我们想 祝福菩萨 有没有 有一念不绝 我们在猜想 我想想有 我们有 他也会有 那不一样在哪里呢 我们这一念不绝 我们这一念不绝呢 底下的念头全是不绝 啊 带动了完全不绝 祝福菩萨 一念不绝 他下一念是绝 这个念头 我们都是很难想象 你看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里面的一个 不绝 再一个呢 他绝了 我们的麻烦是 这一念不绝 跳出来后面一个 他也不绝 引起一串 一年串的不绝 这就是麻烦了 啊 但是要知道 不但那个 不绝是假的 那个波动也是假的 自信里头 能当时进行 告诉我们 自信 本无动有 啊 这个动摇的现象 没有 自信没有 真心的都没有 动摇就是往心 啊 但是 在那个地位 他往心踩动 马上就没有了 那么换句话 你那个一动 也不可得 觉悟的人啊 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 因为 十八图里头 他有四十一个阶级 四十一个阶级 怎么产生的 应该就是这样的 这是五十五名习气 要这么长久的时间 习气自然没有了 所以 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好 不怕念气 只怕觉知 问题要觉 不能不觉 不觉就堕落了 觉呢就提神了 啊 都是在这个幻象上 所以 时时刻刻要知道 那是幻象 那不是真的 这一点很重要 啊 为什么 我们才这么放得下了 为什么这么多放不下 放不下 它不得当真的 亏就吃着你 啊 念头一动 它就有功苦 这个很麻烦 这就是六道凡夫 啊 我直 没断了 身间 没破 啊 随佛法修行 第一个 破身间 啊 你看 见四烦导 见烦导里头 五道六 第一个 就是身间 一定要知道 身是物质现象 啊 这个身 就是色寿 相形式 五蕴 结合 整个身 是五蕴 结合 把我们身上 取下一个细胞 那个细胞 也是五蕴 大小是一样 没有细胞 啊 大众有小 小众有大 不二像啊 啊 那么 取下一个细胞 还不是最小的 现在我们知道 最小的物质 佛经上叫 极威 极威之威 啊 这个里头 还是五蕴之足 四手相形式 啊 这个就组成 我们有个神 这神像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啊 只有是神圣 是真的 放下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哎 那个是真的 我们这望 虚望 统统放下 真的 就现成 啊 这个虚望 总体来说 就是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完全是真 没有一样不是 一真 一切真 啊 一望 一切望 啊 ah ni 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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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ni tho tho third 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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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ni tho 곱 土 If 你 它 你